1985年的巴黎航展上 一台形式外星飞船的奇怪玩意儿 正在通用电器的展台上供人们参观 它的前部长得像是一个比较正常的 喷气式发动机的进气口 但后部却直接就长上了 两排直径为3.6米的弯刀状螺旋桨叶片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它到底是喷气式发动机呢 还是螺旋桨发动机呢 实际上都不是 也都是 通用电器管它叫做无寒道风扇发动机 跟它站在一起大声吆喝的是波音 它号称装上这台发动机的波音7G7 将会在2500天内飞上南天 提供跟新型空客A320一样的载客量 但油耗却只有对方的一半 结果很明显啊 要不是看了今天这期节目 相信咱们大多数人是既没有见过这台发动机 也没有听说过一架叫做7G7的波音客机的 我是百科全数火箭署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有关他们的故事 尽管如今早已被历史遗忘 但这台全称叫做涡轮奖扇式的发动机 在1980年代那段短暂的时间里面 却被当成是航空业的旧式主义般的存在 并且大有格调涡轮风扇发动机 也就是我们现在最常在科技的记忆下方见到的那种 很容易被直接叫成是喷气式发动机的 那个发动机的命 标志着螺旋桨叶片的全新回归 这一切的起源某种程度上 跟两场发生在中东的战争有关 1967年以色列吞并周边阿拉伯邻国的六日战争 和1973年阿拉伯人反击的赎罪日战争 之后阿拉伯世界针对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原油禁运就开始了 这样的结果就是一夜之间燃油的价格被推上了新的高度 而重度依赖燃油的航空业也因此遭受了惊人的损失 理应外合之下反倒是为技术救藏做好了铺垫 这下我们就要来说说航空发动机了 其实不管是前面装着螺旋桨的涡轮螺旋桨发动机 还是前面装着风扇的涡轮风扇发动机 或者是前面啥也没有 只是靠尾部喷气的涡轮喷气式发动机 其驱动的核心都来自于涡轮 但推动发动机向前的力却来自不同的部分 涡轮螺旋桨发动机 其向前的力几乎都来自经过螺旋桨 并被螺旋桨加速之后向后推出去的那部分的空气 至于经过发动机核心 从涡轮喷出去的热气 可以看成完全就是燃烧之后产生的废气了 涡轮风扇发动机则不太一样 从它前面那张大嘴进到发动机里面的空气 会缤分两路 一路避开中间的发动机核心 不会经过涡轮机 而是通过四周的旁路绕到发动机尾部喷出去 另一路则会经过压缩机燃烧时 涡轮机之后变成热气喷出来 两者混合在一起形成发动机的总推力 那么在其中谁的贡献会更大呢 不是中间经过了加热的热空气 因为它的主要作用其实是为了让发动机前面的风扇和压缩机转起来的 真正出大力的是风扇删出来的旁路空气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简单的叫客机上的发动机为喷气式发动机了吧 真正只有利用喷出来的热空气来推动自己前进的 才叫做涡轮喷气式发动机 通常它是装在战斗机上面的 好了 这是工作方式的不同 那么工作效率呢 也就是烧同样多的油 谁干的活更多呢 工程师打一开始就知道 超高效涡轮发动机的秘诀在于极高的旁路比 这个比字描述了发动机风扇向后驱动的冷气量 与从发动机核心流出来的热气量的比例 不难看出来 螺旋桨的比例最高 而喷气式的比例最低 所以使用螺旋桨是最省油的一种方式了 在那个油价高的让航空公司无法承受的年代 你说他们想不想把客机上装着的 无伦风扇发动机给全换掉呢 当然想啊 这可省下了一大笔钱啊 但螺旋桨有个问题 它飞不快 因为当它想要飞快时 就要把螺旋桨旋转得更快 而螺旋桨转得更快时 它的尖端切割空气的速度就会更快 快到很容易就超过音速了 而一旦超过音速就会在这里产生激波 使螺旋桨的效率直线下降 所以尽管有颗澎湃的心 但无奈也只能以每分钟几百圈的速度 慢悠悠的往前晃了 你说已经做惯了速度更快的 喷气式科技的乘客 还愿意倒退回去吗 矛盾这可就来了啊 用螺旋桨嘛 效率高省钱 但速度慢没失场 这可怎么办啊 这种情况呢 就是工程师们最希望看到的啊 有困难才能体现出价值嘛 于是在这个时候 螺旋桨制造商 汉密尔顿标准公司的工程师们 提出了一个比较激进的螺旋桨设计方案 简单来说呢 就是一种弯刀状的螺旋桨叶片 目标是使安装着它的飞机 能够与喷气式飞机对抗 以跟接近音速的速度来飞行 这就催生出一个叫做 先进涡轮螺旋桨的项目 而后演变成两台实际的发动机 一台就是我们先前已经见过的 通用电器G136 另一台则是由普惠·汉密尔顿 艾里森联合研制的578-DX 他们其实长得很像啊 都是把两排对转的弯刀状螺旋桨 装在了发动机短长的后部 然后再把发动机装在飞机的尾部 而不是机翼下方 以便为螺旋桨的旋转盘流出空间 并将发动机产生的噪音 排除在机舱之外 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 对转的螺旋桨是如何驱动的 578-DX的方案比较传统 依然是采用齿轮变速箱 来连接涡轮与螺旋桨的 而G136则大胆的多 他们认为用齿轮来连接 既增加了发动机的重量 又增加了平时维护的成本 还不如将两排螺旋桨 直接锚定在涡轮叶片上 来得简单高效呢 咱们可以这样来简单理解 在通用电器的方案里面 其实螺旋桨就是涡轮叶片 涡轮叶片就是螺旋桨 只不过是把涡轮叶片 放了一部分到发动机外壳外面 再换了一件马甲而已 这个可不要小瞧啊 它在传统的涡轮发动机里面 是无法实现的 因为通常涡轮叶片会分很多机 每一个旋转机后面 都会跟上一个固定不转的机 它叫做定子 目的是阻止气流 因为前面叶片的带动 而产生旋转的流动 让它在击中下一个涡轮机叶片时 拥有正确的角度 以便更好地传递出力量 不过这样的设计 就会让整个涡轮机变得大起来 而通用电器的天才设计 则去掉了其中的定子部分 只保留了交错旋转的转子 也就是说每一季液片的旋转方向 与其上游和下游液片的旋转方向 都是相反的 各级之间的相对速度增加了一倍 因此效率变得更高 发动机能够做得更小 两排对转的螺旋桨液片 也能直接挂在涡轮液片上面了 波音公司认为 这台发动机简直是太酷了 所以当机决定采用 并准备用它来将原本装在727上面的 涡轮风扇发动机换掉 变成7界机 然后抢下空客A420的市场 但一项革命性的技术 真的就能接起一场革命吗 并不一定 尽管奖善发动机绝对算是当年的黑科技 但留给它的时间窗口太短了 很快当油价回落之后 波音摸着自己的口袋想 要是把发动机全都给换掉的话 这得要掏多少钱出来 这事还是缓缓吧 一缓快半个世纪过去了 最后用通用电器前商务运营经理的 一句话来作结 如果燃料变成梅加伦一美元的话 他们又会吵着要要要了 我是火箭叔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 看这架澳航的波音747上 居然挂着无胎发动机 除了正常的四胎以外 在其左翼靠近翼根的发动机的里面 还又紧贴着挂了一台 这到底是为什么 其实不管是波音还是空客 都有先例在自己的飞机上 挂个奇怪的发动机的 比如这架的配置就非常抓人眼球 也是经常被大家拿出来说到的 另外还有这些样子的 明显就是把一台完全不同的发动机 挂在了机的下方 他们都是新发动机的测试平台 就是专门用来挂上新发动机 然后飞到天上去测试 他们的各种性能的 但是照片里面的这架澳航747 就是一架标标准准的民航客机 并且挂着的那台多余的发动机 也不是用来测试的 它是用来救急的 2011年7月15日 一架刚刚从约翰内斯堡起飞 前往悉尼的澳航747 在飞行大约一个小时之后 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 原来其三号发动机 也就是右翼内侧的发动机 突然发生了故障了 于是机组人员 马上就将这台发动机给关闭掉 并且紧急返回约翰内斯堡 大约两个小时以后 这架带有故障的飞机安全降落了 好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怎么才能快速维修它呢 澳航在自己的总部拥有大量的备线 包括发动机 但是在约翰内斯堡却没有 所以它唯一的选择就是 从国内发一台完好的发动机过来 替换掉这台坏掉的发动机嘛 那该怎么发呢 普通的运输机机身当中 是装不下这么索大的 罗罗RB211发动机的 而能够装得下的 比方说当时还没有被毁掉的 N225 租一下又太贵嘛 海运倒是很便宜啊 但是却要等太久 对于一家需要盈利的航空公司而言 让飞机停在地面上太久 同样也是接受不了的 于是最终他们就想到了 这招将一台备用发动机 挂到另一架波音747的机翼下方 让它在执行下一次 悉尼到约翰雷斯堡的航班时呢 顺便送过去 所以啊 这台发动机 只是通过机械连接的方式 挂到了机翼的下方 既没有接入飞机的系统 也不会提供任何的推力 反而呢还会增加一些阻力呢 好 故事的结束啊 自己搞坏的东西 当然还是需要自己负责任嘛 在换好了全新的发动机之后呢 这架波音747 又将自己带有故障的发动机 以同样的方式 挂在了自己的机翼下方 飞回悉尼送修去了 波音747啊 拥有一个非常标志性的驼峰造型 而且到了后期 这个驼峰还越变越长 所以它增加驼峰 只是为了增加新的一层甲板 然后增加更多的载客量吗 哎 并不是啊 747的驼峰 是为它日后转型 所提前考虑的 早在747还在设计的时候呢 人们的兴奋点 就已经开始转移到SST 超音速客机上面了 比如协和式客机 所以波音公司当时就认为啊 一趟从纽约到巴黎 还要飞上9个小时的 亚音速飞机呢 必将很快遭到市场的淘汰 那到了那个时候 自己的747还能干点什么呢 哎 货运飞机还是有需求的嘛 于是他们就按照这个思路 提前规划了747 要让它既能载客 也能够载货 即便到时候因为乘客而停飞 还能够为货物而继续服务嘛 但是要载货呢 就得要易于装载才行嘛 显然把大门开在机头 就显得非常合理了 只有一个问题啊 机头也是你想要放置 驾驶舱的地方嘛 现在你要把它摆在哪呢 工程师说啊 咱把它放在第二层的甲板上吧 就位于货物区域的上方 好了 于是747呢 就有了驼风啊 这个画面不一般啊 一架钥匙战斗机 被卡在了货轮的集装箱中间 缓缓使进港口 它是报废的 还是走私的 实际上都不是 而是被一名英国皇家海军的飞行员给停上去的 为此英国人还极不情愿的逃出了57万英镑 才从这艘西班牙货船的船主手里面 把飞机给赎了回去 所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咱们还是得先了解一下这个故事的主角 钥匙 这架在1966年装备部队的英国飞机 以突破传统的原地起降能力 打开了人们无尽的想象空间 以至于在1994年电影《真实的谎言》里面 成为比试华性格还要耀眼的明星 那个挂子反派射出响尾蛇的镜头 不知道圈粉了多少人 但其实啊 钥匙早就已经是个明星了 在1982年爆发的鹰阿马岛之战中呢 同样用的也是响尾蛇 28架钥匙在空战零战损的情况下 干掉了阿根廷 包括法治幻影战内的个型战斗机21架 自己呢 只在地面炮火和事故中损失了6架21 创下了当时空战史中的最强记录 同时让人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啊 普通舰载机的起降平台呢 那必须是得航母啊 但轮到了钥匙嘛 为它提供驻足之地的除了无敌 竞技神航母以外呢 竟然也包括一些集装箱货船 在仅仅只是设立了一个简易的起降甲板后呢 他们就成为了数十架钥匙的临时海上之家了 是的啊 钥匙就是这么强 实现起降自由 只需要一块15成15米的空地便足够了 虽然短板也很明显啊 我们来数数 只能亚音速激动 少到可怜的续航 过时的雷达和导航 不靠谱的航电系统等等等等 所以注定啊 今天的故事 败的也是他 成的也是他了 1983年的6月7日 两架钥匙从葡萄牙海岸附近的一艘光辉号航母上 一跃而起 他们本次要执行的是啊 一项北约的演习任务 任务目标是这样的 在无线电静默和雷达关闭的情况下呢 去定位一艘模拟走丢了的法国航空母舰 这其中的一名飞行员啊 名叫伊恩沃森 非常年轻 所以经验有限 此前呢只飞过13次的钥匙 加起来总的时间呢 也不超过75个小时 而像这样的演习 这一次都还没有 但年轻人总是要给机会的嘛 大不了让老人呆呆就好了 所以另一架飞机上 就是一位自身的飞行员了 这样的搭配 这样的任务 估计大家觉得也都跟我儿死的 能出什么岔子呢 好了 升空之后呢 两人决定分头进行搜索 只需要在指定的时间 回到碰头点就好了 然而啊 当演习结束 沃森回到约定地点时 却并没有看到另外一架飞机 他想 会不会是队友等得太着急 已经返航了呢 反正任务都已经执行完毕了嘛 那就打开无线电 跟他联系一下呗 结果却发现 这无线电怎么也打不开 好家伙 原来咱这无线电 静默不是模拟出来的呀 是根本在这架飞机上 海军压根就没有想过 要让你用无线电嘛 他就是个坏的 没办法 只能打开雷达咯 直接返回航母吧 可是还记得我们之前说过的 钥匙的机箱缺点吗 过失的雷达系统 在这儿呢 就是他的探测范围 已经够不到航母了 在沃森的雷达屏上呢 只有瓶颈的扫描线 既看不到航母 也看不到自己的队友 这种情况已经够糟了 但沃森还没有慌 因为他还能有所指望 惯性到航移 至少呢 他还有可能把沃森 带回到原来的位置了 但我们应该提醒沃森啊 这架飞机的导航系统 也是很不靠谱啊 在跟着导航绕了几圈之后呢 海面上连个鬼都没有看到 光辉号 你要是真能发出点耀眼的光辉 该多好啊 情况发展到这儿呢 就很不乐观 也很讽刺了 你看啊 本来是出来寻找 甲轴丢的航母的 结果却把自己给真飞丢了 关键是航母即便丢了 也可以继续浮在海面上啊 可要设置飞机丢了 岂不只能砸在海面上吗 沃森马上就要面临 这样的情况了 在跟着不靠谱的导航 绕了几圈之后呢 沃森意识到啊 他飞机上的邮箱 已经快要见底了 在坠毁到茫茫大海的中央前呢 他最多只剩下了 12分钟的思考时间 于是他就想啊 即便自己能够在飞机 最海前顺利弹射逃生 也绝不可能在这发出求救信号 所以结局一样是葬身海底嘛 唯一的生存机会呢 只有飞到离陆地最近的地方去 他的直觉告诉他 应该往东飞 那边兴许还有一些 沿着海岸的航道 能够增加他被发现的概率 这个决定救了他 就在差不多只剩几分钟 便要坠海之前 他的雷达屏幕上 终于出现了一艘船呢 这是一艘正在前往 圣克鲁斯的西班牙 小型集装箱货船 阿尔莱格号 于是沃森剩下的任务呢 就很清晰了 他要飞进这艘货船 让船员们注意到他 然后再弹射契机 这样至少可以让自己获救嘛 虽然抛弃一架 价值700万英镑的战斗机呢 需要下很大的决心 但似乎这已经是 现在能够做出的最小牺牲了 沃森管不了太多了 不过当他第一次飞越 阿尔莱格头顶时呢 看到的情形啊 让他重新燃起了希望 说不定他是可以 把飞机一起救下来的 因为他看到啊 摘着很多集装箱的阿尔莱格号呢 恰好在顶上组成了一个 跟自己平常训练时 差不多大小的平台 既然最坏的打算 都已经做过了 还有啥好怕的呢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像平常那样 把它给降上去 沃森真的这么做了 而且似乎做得还很好啊 要不是船长在看到 如此令人震惊的画面时 手抖没有把船给稳住 否则这架钥匙 就不用拜托下面的白色面包车 来替自己扛上一把了 一番惊人的操作之后呢 沃森居然连人待机都安全降落了 估计这是他也完全不曾想到的结果 当然阿尔格莱号的船长 又怎么可能想得到呢 所以他坚持自己的计划 不变还是要把船继续开到圣克鲁斯啊 英国人如果想要你们的飞机和飞行员 那就耐心的再等上四天吧 咱们圣克鲁斯的码头见 其实啊 这位船长也是挺好狠的啊 居然凭一己之力跟英国政府玩起了拒不配合 并且在到了码头呢 还要价57万来作为救援和损失的开支 考虑到已经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啊 英国人即便很不情愿呢 最终还是不得不掏了出来 船员们一起平分了其中的34万 船东则留下了剩余的23万 英国人也拿回了自己的700万钥匙 顺便还把广告给打了 其实是皆大欢喜的 哎 不过沃森会怎么样呢 虽然救下了飞机 但一开始还不是你给废丢的吗 惩罚是在所难免的 在背锅帮政府转移视线 调到办公室做了几年的冷板凳之后呢 他还是回到了自己心爱的飞机上 又继续飞了2000小时的钥匙 外加900小时的F18之后呢 才在1996年正式结束了军律生涯 所以我们今天的故事也到此为止了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